欧大战开打已经超过40天了 那么乌方现在指控俄军在靠近基辅小镇的布查 对平民展开了大规模屠杀 整个街头说横射片也非常的惊悚 但是俄罗斯反控 说这一切都是乌克兰自导自演 俄罗斯说美国跟乌克兰故意在俄军撤退之后 布置了这样的一个屠杀场景来栽赃俄军 但是乌方也公布了卫星照来打脸 显示在满街的遗体 早在撤退之前就存在 我们可以看到在战火持续 哈尔科夫也来控诉说 俄军暴行一天来炮火54次 酿成6个人死亡 另外在马利波的部分先前也是遭受到攻击 现在人到走廊将开通 居民能够来领救援物资 那在布查的部分 这个小镇有300多位的平民遭屠杀 联合国说所有迹象显示 布查平民是直接遭到锁定并且杀害 所以现在大家是不是要 要持续的来制裁包含欧美的部分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安里会应该要开除俄国吗 我们看到这是泽伦斯基 他也来表示了他的看法 同时他也说 可能不跟普丁来会面了 接下来的谈判 可能又会陷入到一个僵局 因为有富人 在孩子面前遭性侵 还有俄军坦克砍人来碾人 割喉拔舌 当街射杀平民丢到井里 他认为这是比纳粹还要再更加的残暴 那么另外一位被逮捕 Rui的普丁投号政敌 纳瓦宁愤怒的发声 说在俄罗斯电视频道上面 各种稀奇古怪的谎言 多到难以想象 普丁的宣传早就已经不是工具 他们是真正的战争分子 而且已经自成了政党 他说从新闻主编到脱绣主持人 都是战争分子 都应该被视为战犯 不查小镇倒卧街头的上百具遗体 到底是被俄军屠杀 还是事后造假 大量平民被近距离枪击 身前还遭到灵虐 泽伦斯基目睹惨况 被拍到眼角流泪 他怒控俄军犯下战争罪 联合国调查后 也同意这些平民 是直接遭锁定杀害 但俄罗斯反控 一切是惊心骗局 暗示遗体是在俄军撤退后 才被拿来布置成屠杀现场 但无方公布卫星照反击 多张卫星照显示 俄军撤退前后屠杀现场 是一模一样 早在俄军离开前 现场就留有相同的遗体 已经曝晒至少三周 此外乌克兰在公布新影片 俄军锁定大臣尼古拉耶夫的 一间儿童意愿炮袭 瞬间烟成弥漫 不过不查屠杀疑云 让多国从中立态度 转为制裁俄罗斯 欧洲多国驱逐俄罗斯外交人员 立陶宛为首的波罗的海三国 更开全球第一枪 直接关闭俄罗斯领事馆 原本外界视为停战契机的 泽普面对面会谈 泽伦斯基愤怒表示 可能无法成真 俄乌恐得继续边吵边打下去 记者综合部导 好 现在战争超过一个月 双方死伤惨重 对此香港媒体评论说 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 美国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美方希望俄乌战争爆发 但是又不希望乌克兰爆发全面战争 否则就会失去控制权 而在俄罗斯的部分 因为掌握有粮食 天然资源两大武器 让普丁有底气全面进攻 所以现在只能够 美国看着乌克兰成了废墟 却不敢自己来下场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布查阵 发生大屠杀事件震惊全球 那么现在布查事件 似乎演变成罗生门 因为双方是互相来指控 说是对方做的 俄罗斯也强调 将要公开证据反击乌克兰 并且说在西方的部分 说西方帮助乌克兰的行为 真的是歇斯底里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5号的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演讲 也痛批俄军是无法无天 他说发生在布查阵的暴行 只是俄军在这个罪行当中的一例 所以必须向俄罗斯问责建立 设立战争法庭 用战争罪来审判俄罗斯当局 以及在军队的部分 好 我们可以看到的 现在联合国到底能不能够发挥作用 大家也关注英美表示说 应该将俄国来提出 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 那俄联国也表示了这个迹象显示 平民是直接的遭到杀害 但是但是大家一再的关注 是不是要来有更多制裁呢 其实CNN记者就说 西方可能快没招了 因为CNN就表示西方 即将快要没有方法来惩罚普丁 即便不断的谴责 好迫使军援实施制裁 试图影响整个战争的发展 但是不但是没有办法来动摇普丁 同时也救不了无辜百姓的性命 CNN采访团队在布查镇上 镜头沿路拍摄到 许多象征俄军占领此地的V符号 接着往下走 接到到处都是残破的汽车残骸 不止路边连驾驶座上 草丛里也都发现遗体 乌克兰指控俄军在基辅西北方 布查镇上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 泽伦斯基通过视讯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表谈话 提到布查镇的惨况 跟几年前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没有不同 泽伦斯基批评包含安理会 在内等国际组织至今毫无实质作为 简直形同虚设 不过针对布查镇的事件 恶无双方互相指控各说各话 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军队 在布查镇上屠杀超过三百位平民 联合国也在五号表示 所有迹象都显示布查镇的平民 直接遭到锁定以及杀害 但俄罗斯坚决否认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批评 西方为布查镇助长歇斯底里 破坏俄乌和平谈判 俄罗斯反控这些来自布查的照片和影片 全都是出自乌克兰捏造 但纽约时报和CNN对比布查地区 这个月四号和上个月十八号的资料画面 驳斥俄罗斯的说法 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报导 莫斯科否认这些指控 并称这些指控是巨大的伪造品 意在诋毁俄军 布查事件有如罗申门 真相还没有水落 实处希望国家继续加强对俄罗斯制裁 包含德法丹麦意大利等国 总共两百多位俄国外交官遭到驱逐 对于欧洲国家大规模的外交制裁 克里姆林公批评非常短视 而且目前俄乌双方的和谈依然持续 但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则表示 布查事件就是在分散外界对谈判进度的注意力 俄罗斯认为乌克兰想借此提出新条件 记者综合报道 现在根据乌克兰陆军情报局的消息 俄军在当地的时间4月5号 在卢干斯克地区发动攻击 以硝酸炸毁了坦克 浓浓的橘色烟雾就这么飘散在半空中 在当地的行政长官呢 更在Teregram上面发表了紧急的声明 要大家紧闭门窗不要出门 因为一旦接触或是吸热硝酸 将会造成在皮肤跟黏膜中毒 现在在这个部分释放出致命的毒气 您可以看到橘红色的气体 就直接飘散在半空当中 那么乌克兰南部的港口尼古拉耶夫 也是持续的遭到轰炸 乌军来指控俄罗斯使用 是极数弹药攻击平民 轰炸了包含了学校 包含了医院等地 在乌克兰的陆军情报局 曝光最新的画面 黄色救护车旁遭弹炮弹来击中 瞬间整个烟雾城市盖住了镜头 那么在州长就说了 这是二军使用了炮弹 袭击当地的儿童医院 救护车停车场 监视器拍下的画面 可以看到在尼古拉耶夫的儿童医院 现在也遭到抛弃 一场战争爆发之后 打乱了许多人的人生大事 这一对乌克兰的医护情侣 原本在战争之前 就已经定老婚旗 战争之后 他们忙着要当医劳的义工 但是还是决定 按照原定的计划来完成婚礼 同时还在被轰炸的废墟当中 拍下了婚纱照 这对新人 他们的职业就是医生护士 原本都在开战后 留在最前线 来支援医疗活动 还协助募资 购买医疗用药 家乡哈尔科夫被俄军持续轰炸 他们决定举办婚礼 在战果当中护许一生 并且在废墟拍下了婚纱照留念 再来看到俄乌大战 已经是来到第42天 现在在俄军的部分 火力重点放在乌东地区 乌东地区的顿巴斯 还有顿内斯克 军事管理局长透露说 当地4月5号多地遭到开火 包含了平民百姓的房屋 遭到轰炸 残破不堪 而另外对于俄军持续轰炸乌克兰 也做错反击 官方表示 乌军在对内斯克击落俄军 正在进行空中侦察的无人机 那么机翼上方也可以看到 代表的俄军的一个Z的标志 现在双方依旧是你来我往 而另外现在针对整个制裁的方案 这西方是不是制裁没效了吗 西班级级大使认为 短期内确实如此 甚至他还预言恐怕会闹个大笑话 还会可能会闹个大笑话 怎么说 就是卢布将来涨到一比五十 不是彻底宣布你制裁是个笑话吗 彻底宣布美国制裁了全世界 但是帮了俄罗斯 现在偷偷在买卢布的很多 还公开买的也很多 他现在用这个来做一个 建立的手段 德国可以 你反正晚复一点 对不对 先先 这个比较听话 匈牙利 匈牙利没问题 匈牙利你现在有什么就拿出来 拿去拿去拿去 我觉得你最近表现不错 那你就比较友善 算了就可以了 拿不出来没关系 他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手法 我算过俄罗斯的杀手舰 大概就这几个 第一个核武 一开始就先核武动员 你们统统不要动 我这个核武 我不但核武量多 我还有什么 我还有这个超高音速的飞弹 第二个 它有能源 大量的能源 下量的能源 它这个能源不是自给自主 而且你们都靠我的能源混 你这些欧洲国家 都靠我的能源混 你的天然气全油之后40%是靠我 对不对 你的煤46%是靠我 你的石油大概26%28%靠我 有这个事实上你制裁吧 你要转换 你要找新的供应 不可能 半年你都做不到 你们制裁我 是你制裁我 还是我制裁你还没搞清楚 2014年的时候 美国就当时就打算制裁 俄罗斯的太金属 美国是太金属的最大出产国 可是他不够 他还要向外面买 太金属 2014他们就做过研究说 要制裁俄罗斯 自己制裁后来做不到 所以俄罗斯有什么好怕 我就觉得你今天战争要打长要打短 该我归我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他这个 只是他没想到他 你们这种把我们这种 私人财产也给我没收了 也给我吞了 你们这些变成了银行变成强盗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银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购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